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我们以前入到一个加拿大的患者 他是在颈部长了一个很大的肉瘤 在加拿大进行过50多次的手术 每一次手术之后不久就复发了 连续做了50多次手术 后面这个医生已经是拿他没办法了 就告诉这个患者 他说我已经不能治疗你了 所以请你回去找更好的医生给你治疗 结果这个患者就上网找资料 看哪家医院有更新的一个治疗方案 后面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圣诞府广州现代肿瘤医院 他就买了一个机票 坐了17个小时的飞机 就飞到我们医院了 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种植了粒子治疗 这个患者有肿瘤比较大 我们给他放了200克的粒子 7个月之后回来复查 我们进行了一个CT的检查 发现他的肿瘤已经明显的说小 只剩下2公分了 然后我们又补充了20克粒子 再过了3个月 这个肿瘤就完全消失了 这个患者把他在中国就医的经历 跟他做了50多次的手术的那个组织医生反馈了 这个加拿大的医生认为广州现代肿瘤医院 治疗肿瘤是非常有经验的 技术非常的高 所以就把他不能治疗的所有的肿瘤患者 都介绍到我们医院了 导致了我们医院整个一层楼 全部都是加拿大的患者 全部都讲英语 如果你不小心走到这个病区 你们还以为到了加拿大 今天我们的粒子植入的技术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